咦 怎么就烤鸭了 还素材 也不是每一把豆就会上素材的 走起 路过先放一个夹子 然后去教堂里面看看 咦 没有人 那这个耳鸣是外面的 看到了 好像就是那个兔子前锋 那就只能如你所愿了 走过一片板 直接一勾 这个开局就很舒服 想转进教堂 直接绕过去 能这么转点的吗 这一手我有点触不及防 先勾墙拉近距离 小卧子吃我一够 等等 我感觉好像那里不对 这个板子完全是白给了 而且还要再等一下钩子的CD 真的是 这么近的距离都可以撞晕的吧 看我蓄力 有点犯迷糊了 我以为这个板子已经踩过了 算了 钩子CD好了 这一波你死定了 给我回来吧你 啊 你就真的喜欢进教堂了 那就赏你一个地下室套餐 布置好眼睛 让我看是哪个不怕死的 敢来搞事情 周围有耳鸣 应该是有人在修废墟那家电机啊 我想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敢来救前锋吧 走 出去干扰电机 这个位置是看探员 那应该没人敢 啊 他真有人敢下去啊 前锋应该会选择拉球冲出来 头晴落地道 拉球是吧 打不死你 这边再给跨架一刀 我可以挡双挡呀 丢过来吧你 可以可以 这一波双倒一打 感觉求生者没什么机会了 围一手 先去挂飞前锋 你看 这里果然有耳鸣 哎 怎么就剩一台电机了 看的人一台 画家一台 这陆选家修了两台了 哇 这也太离谱了吧 那就不能去挂画家了 先把看的人放倒了 丢磁铁 我就让你解除擦刀 拉拐直接一刀 撞晕了有点可惜啊 不然就能解除擦刀了 再等一下钩子cd 一钩子再走 现在只能选择去挂看探员了 毕竟场上还有两个人 冒险家呢 可以来回的跑动摸人 画家被夹着夹住了 那刚好 怎么挣脱两下就解脱了 这路同夹子不是说八秒了吗 不管了 这一波拖人事件 给我挥了吧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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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预判了一下位置啊 自从路头钩子该板之后 我就总感觉跟以前不一样 算了 这一波怕是要出事啊 感觉电机还没好 再去给冒险家一刀 然后回去管 喂 你这也太快了吧 感觉这把只能保平了呀 把冒险家爬了 然后直接去看打门 哎呀 没人开门 那就应该在小门了 烤无线钩 啊这 怎么又短了一点啊 直接交传送 这话也是离谱 那没了 直接开门走了 只有一个画家 那看大员难道还敢回去救人 无线钩飞回去 看到脚印了 小东西别跑 这个是看大员啊 野心 还想吸我 给我回来吧你 一刀斩还有十几秒 还好是赶上啊 要不然这一刀打看大员 说不定可以直接跑小门了 也不知道冒险家会不会去开大门啊 哎有耳鸣 我这边又没有 我知道了 小脚好像跑地窖 我够 哎不是 怎么感觉这钩子长度 跟我前一生人不一样啊 有空得去好好研究一下 看到冒险家了 他真想跑地窖啊 这个距离怕不是 哎哎 怕不知道我刚刚的空钩了 那这波机会来了呀 直接给你放几个夹子 我看你怎么跑 来啊 反若不着急 换谁先耐不住 无限狗逼你走位 嘿 慢慢你就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这这什么情况啊 阵地还能解除陷阱的吗 哇 这波巨亏啊 不过还好 他这个距离跑不进去 啊 既然有到了 最后这块板子决战 看谁先耐不住啊 我就在这里慢慢震他 给你放个夹子 再给你发一个 哎 我就不相信你跑得掉 好了 可以踩板子 你还搞建筑 没用的 你今天跑不掉的 嘿嘿 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吧 想趁着翻川加速 冲过去 想的美 这波三刷 也算是运气好了 还学习了一波陷阱的知识 不愧不愧 留了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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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